好 来 那么这个工具呢 我们一样可以到我们这个圆球底下 这个圆球把它按一下 里面有一个曝光度 曝光度 这个工具是什么呢 好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 各位就了解了 那么因为有时候看到这个东西 什么曝光度 底片一定不太懂 我们把它讲白话 翻成白话就是 这个曝光度就是亮部 我们上次有说过 一张影像里面都含有亮部 然后接下来有暗部 还有中间调 或是叫做阴影部 OK 所以甘然共曝光度 就是在调整亮部的区块 亮部的区块 偏移亮呢 就是在调整中间调 跟阴影部 就是暗部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两个它把它区分开来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针对曝光度就好 当我把它按住 开始往右拉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后面的墙壁 跟他的身体慢慢的就拉开来了 就亮出来了 有没有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一个偏移亮呢 你所要注意到的 就是他的牛仔裤的部分 还有里面的比较暗色的部分 所以当你呢 看到他呢 按住他呢 缓缓的往右拉 往左拉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他的整个变化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个幅度不用太大 因为如果太大的话呢 立刻有一些细节可能就不见了 至于干嘛值呢 这个是指我们整张图里面 它从白到黑 黑到白的这个过渡期间的一个管 所以你注意看 当我们呢 按这个干嘛值 轻轻的调整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model 它的整个身体的一个色质的变化 等于是说加白的进去 还是加黑的进去呢 再产生一个色调的一个变化呢 各位可以自己再去调整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呢 慢慢的就可以把我们的明暗度调回来 这是另外一种工具 那各位等一下 你自己可以调整看看 OK 来交给各位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曝光值的一个工具 干难共 这几种 主要的就是希望各位 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这几种 我们都让各位体验一下 它的调整的过程 最终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个 也不是说习惯啦 你可以你自己的看法 未来不会遇到任何的影像的调整 你自己可以去评估哪一个工具 你再调整 可以达到你所想要的 好 那么像这一朵花 那从这朵花的过程 这个整整整体里面来看 它可以区分了几个 第一个颜色比较饱和的 那就是这个区块 好 这个区块 然后呢 比较属于低饱和程度的 那就相对于像这边啊 还有下面啊 还有旁边啊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来 来怎么样 来做调整的时候 你等一下 往往你可以去 稍微注意一下 它们之间的变化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把我们的面板打开来 涂层面板 这涂层面板当中 我们到我们的调整涂层来看一下 看到有没有 来 调整涂层按下去 里面有一个叫做自然饱和度 好 当你把它点下去之后呢 它呢 有上下两个滑感 来注意一下 自然饱和度跟饱和度 好 同学 这两个啊 到底差别在哪里 好 各位呢 你等一下 我们讲完 你自己调调看 第一个 自然饱和度呢 主要是针对于 这一张影像当中 他自己呢 会去判断 用他自己的这个判断呢 判断呢 比较低饱和度的 他只针对那个饱和度 比较低的部分 来增加他的饱和度 所以自然饱和度 他不是全面性的 他只针对局部 低饱和度的部分 来做一个 那么 程度的增加 所以呢 各位你可以注意看 当我把它按住 这个滑感的时候呢 慢慢往右跑 慢慢往右跑 你仔细看一下的变化 我故意的把它跑快一点 好了 来 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第一个 他的比较低的部分呢 后面的 就把颜色加深了 那么呢 各位呢 他自己去判断 比较低饱和度的地方 他把它加深 如果假设你肩上面不动 你指的是下面的话呢 那这个饱和度 则是一整张 全部 全面性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 等一下各位可以自己呢 稍微的去把它做个区分 去观察看看 那老师可不可以两个都加 可以啊 没有规定说不行 那两个都加的话 当然就是最最最最最饱和的情况 但是有时候 他呢 会超出一些比较合理外的情况 你还是要保 还是要呢 就是说 依你的视觉的一个感受度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超出合理的情况了 那你还是要稍微的考虑一下就是了 来 交给各位 请你呢 做做看 所以呢 自然饱和度 主要针对于他认为 低饱和度的地方 增加 他的饱和度 那至于底下的饱和度呢 他是整面的 全面性的 一起全部加上去的 依你自己的感觉啦 所以呢 我们是建议说 如果假设这一整张图 整张图 大部分的区域 都是属于比较低饱和的 没有那么鲜艳的 那也许你只要调底下那个饱和度 把它拉伸就可以了 那除非你还是觉得 不够 那那两个都调 没关系 如果假设呢 你整张图里面 那么 大部分的区域都是蛮饱和的 蛮鲜艳的 只有少部分的区域呢 他比较属于不是那么的鲜艳 你想提升那个区块就好 那你可以用自然饱和度就好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理解他的一个这两个之间的差异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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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